韩国才刚过完新年马上迎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三度造访 奥斯丁30号先是抵达乌山空军机 第二天31号会晤南韩国防部长李中信 两个人讨论如何因应北韩的疯狂挑衅 美韩开春就备战 奥斯丁甚至在会面前就以同盟已经做好准备为题 罕见投书长文 给南韩媒体韩联社直言攻击南韩就是攻击美国本土 措辞强烈也提高警告的层级 双方将举行跨国讨论的兵棋推演 虽然没有确切说明时间 但是美韩这一次会面奥斯丁已经承诺 要调动更多的战略武器到南韩 双方同时宣布扩大军演 会面后美韩随即将在2月份 举行为席11天的扩张佣制手段运用演习 这样的演习是以北韩进行核武攻击为前提 从2021年9月份之后就没有进行过 严韩北韩可能采取的核武攻击 F35战机 导弹拦截系统随时备战 严防朝鲜半岛紧张情势再度升温 而奥斯汀和南韩防长联合声明后 还将与南韩总统引席约会面 种种加强力的举措 都是冲着金正恩年前说要增加平壤的 核子军火库而来给予强而有力的回应 东西新闻综合报道